野藝圈最近喜訊頻傳 紅色炸彈滿天飛 首先是今年520公開戀情的霍建華林心如 兩個人其實在2006年合作地下鐵師 就已經傳出緋聞啦 他們在2009年還傳出在上海通知 2011年林心如投資情侍黃飛時 就已經坦言對霍建華有感覺 所以找他當第二主角 後來兩人公開戀情 前陣子才被拍到一起出現在01年演唱會 而就在7月5號 他們正式向親友們炸出紅色喜帖 是的我們要結婚了 據說華根跟心如節 在消息曝光之前都相當低調 偷偷向親友收護照 婚禮好像就選在結婚聖地夏威夷 欸欸欸 但版面怎麼能全部被這對搶去呢 因為拍攝神雕俠侶相識 2015年8月承認在一起的陳妍希與陳曉 在7月5號陳曉生日當天 兩人曬出剛明道的結婚證 公布喜訊 除此之外還對外宣布擁有小baby 陳妍希已經懷孕三個月囉 6月中陳妍希出席活動時被記者問是不是懷孕了 還說要跟對方對支 結果沒誤會你吧 十手懷孕消息 陳到三個月也真是辛苦你了 這對神雕俠侶將在7月19號與北京舉行婚禮 21號來台舉辦閨寧宴 台灣藝人還有Lollipop F的阿薇 將在7月22號舉辦婚宴 因此前進女友 看來這個7月真的是個好月份喔 嗯小編好奇的是 前陣子被火帶與女友周揚慶 在日本首牽手逛大街的小豬羅志祥 難道都不會急嗎 兩個人貌似為了掩人耳目 在日本時都穿了一身黑 還不時左顧右盼的 這一對從認愛之後放散博擺麵的次數 躲到數不清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聽到他們的喜訊呢